台灣體重來調同時 人愛基金會感謝你 專業的中央廚房內 志工余老師帶著生長朋友 正在準備午餐 蝶谷巴特與園藝課程 也順利的展開 人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今年面臨募款不足的窘境 幸好台灣硬財 愛心贊助76萬 幫助晨熙發展中心143位生長朋友 今年在募款比較困難的狀況下 今年還有欠缺300多萬的資金 也希望社會各界 可以給我們再一些的贊助 我們非常感謝這次 台灣應用材料公司 捐助我們人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76萬元的愛心捐款 這次的愛心捐款 我們會使用在 我們晨熙發展中心的143位服務對象 他的教學活動還有教材 教具還有一些我們的午餐的伙食費用上面 為了幫助生長朋友全能發展 人愛社會福利基金會開設許多職能課程 帶著院生運動上十座課程 每堂課都常有巧思 院方不僅提供照顧服務 更期望強化體能 增進生長朋友的發展 長期以來人愛基金會會 教保的部分會結合我們的復健 醫療 讓我們的服務對象 活動盡量是全面性的訓練 不單單只是學習而已 還有他的肢體活動啊 還有一些認知上面會結合在一起 透過原藝帶領院生體會 人生中的花開花瀉 疊谷巴特增強生長朋友的手眼協調 人愛社會福利基金會用愛心 帶給生長朋友更好的生活 也期望社會大眾注入更多善心 給孩子更多資源 學會更多重要的生活技能 凱破新竹 陳若怡紅 採訪報導